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邝座辉 欢迎收看香港故事 香港文化名人梁文道 在《地产霸权》这本书上的导读是这样写的 在这十几年来 香港人对富豪的看法起了很大的变化 说起来也很奇怪 记得在十多二十年前的时候 大家如果说起某些超级大富豪 比如说李嘉诚 你坐的士和的士司机聊聊天的时候 一说起李嘉诚 大家都会树起大帽子 说好 还很亲切地叫他李超人 为什么大家都会这么羡慕他 佩服他呢 白手起胶 从一个小工厂 做到一个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超级大富豪 但是今天你再和的士司机 讨论一下成哥近日的士绩 十个里面 十个一听到他的名字 立刻就会大骂 官商勾结 甚至叫他做奸商 在李嘉诚的办公室里面 圆挂着唯一的一幅书法 是清代余障 左宗堂 提于江苏梅石梅怨的诗句 发上等缘 结宗等缘 响下等福 较高处立 尋平处处 往欢处行 这位黑剑 隐隐 发愿爱港 爱国的老牌圣伤 看起来好像无情那样 被当初推崇他的民众 拉下圣堂 这个中间微妙的演变 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一代姓商 华人骄傲 及至暮跌老年 脚心陷流言与质言 致政初冲 走下圣堂的李嘉诚 正在继续 有华人所在之处 就有李嘉诚的财富故事在流传 他年少丧富 以潮山人的京商天赋 闯荡香港 还做塑胶花起家 三十岁 就能够赚取到足够一生享用的财富 在商场中 每每以小薄大 以弱制强 铃吞财富 自1999年超越李兆基以来 连续十多年 蟬乱华人首富的行头 我们仔细看看李嘉诚的商业报告 长江基建集团 香港国际货柜码头 香港电灯公司 以及遍布香港 北京 上海等地的地产发展等 都是与政府十分密切的基础建设项目 用诚哥自己的说话来说 政治和经济 根本就是手和脚的关系 香港从港英政府时期到现在 李嘉在英国政商两界的人脈 既深扯广 从大卓越夫人到卡梅伦 都是与李嘉诚有非常好的交情 2013年4月17日 大卓越夫人葬礼的奔合名单之中 李嘉诚也是极少数几位受邀华人之一 另一方面 李嘉诚也是北京的座上奔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折点 李嘉诚规短不动 兑现自己爱国爱港的承诺 恰如其分扮演了定心院的角色 事已势易 商海浮沉 精明于李嘉诚 其苦心权衡的政商生意经 亦有马失前提的时刻 早在1977年 从中区地铁上盖兴建权竞投开始 李嘉诚就和港府结下了良好的友谊 在港督彭定康1992年上任之前 香港立法局有九名非官方议员之中 就有六名是李嘉诚帐下莫言 甚至担任抢失集团等事 2006年 因为幼子李泽佳计划出售电讯营波于外资 和中方国内要害部门交互 更是不惜花费数倍的代价 以影子公司的形式为儿子买单 由此,政商良态在其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然而故事似乎并没有按照李先生的意愿延续下去 列行出现在2012年3月 市值香港换届 梁振英以6889票当选特首 而李嘉诚频频公开表态支持的唐英年又落败了 选举期间,你曾公开表示 不熟悉梁振英 就像做生意一样 不会支持不熟悉的人 选举当日,即使明知道梁振英已经胜算在握 你仍然把票投给唐英年 这个中间又有什么玄机呢? 出身贫寒的梁振英 难以得到商界精英阶层的认可 他竞选提出的口号 打压高房价,增加福利 更是引发起地产商的戒心 梁当选之后 李亦都曾经释出善意 对梁表示祝贺 同时都不忘旁敲侧击 提醒两个治港原则 李嘉诚会见媒体的时候表示 新界政府如果推倒楼价 并不符合港人的利益 土地政策要得体、有心 顾及整体港人的愿望 然而话音刚落 2013年2月 梁振英就推出了 香港有史以来最严厚的楼市调控政策 其香港媒体称之为 商辣椒的调控政策 规定非港人购入工商和住宅物业 需要同时缴纳15%的额外印花税 和商产印花税 触使得香港的楼市进入冰封状态 为了规避买家印花税和额外印花税 倡实是想分拆提冲的 翁晴天酒店房间出售 引来港府的调查 最终已经受庆的项目被逼取消 损失惨重 自此港府开始频频出击 对大地产商展开了攻势 梁振英推出辣椒不单只是经济的原因 更加含有政治考量 他想和商界是或清界事 中原地产创办人施永青先生有这样的说法 他想使出官商勾结的罪名 所以相对强硬 而在另一边 大陆为了抑制不断升温的房地产 在2010年4月推出了国实条 之后逐年加强 决心之大 管制之业 令到内地的地产商苦不堪严 梁早前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要职 随着中港两地实力对比的转变 中央政府对香港影响正在逐步增长 麦格里研究公司表示 梁日施政偏向于积极干预 和北京一贯的政府隔入市场调控很相似 李嘉诚对此表示 香港过去很多年是以法治港 我希望一定好好保留 不要仁慈 不要选择性地行使权力 此言颇有敲山顿苦之意 李对政治有着高度的敏感 政府隔入干预的斧头 他并非第一次上市 1993年投资北京东方广场 又曾经因为政府隔入而延期两年 并且曾经更改学务设计 可谓苦不堪严 2013年11月 在接受南方报业旗下媒体采访的时候 李嘉诚曾经这样说过 世界上的投资机会和选择 实在令我们应接不下 集团可以选择有法治 政策公平的环境投资 在政策不公平 营商环境不佳 政府选择性行使权力之下 投资意欲就会相对下降 2013年 李多次想出售香港物业 投资重心放到欧洲 似乎印证着港府政策不利于营商 而新界梁振英政府强硬应付楼市调控 不作为大地产商站台 李和港府的物与期 亦都就此告终 麦格里研究公司的报告称 梁振英采取的是民粹主义做法 和商界或清界线 以此吸引香港下沉民众的支持 李嘉诚在香港一直作为 某种特殊符号的存在 经济寡头的象征人物 在香港民粹思潮之下 又将会受到一些什么的冲击呢 正商破裂 超人此料未及 事过境迁 适日英雄 又将如何应对民间压力 走下姓彭的李嘉诚 稍后继续 这里是香港卫视 流展万里而又迎回婉转的那人那善 那说什么 可真事情到的时候说得很清楚 在评议中有着感人的力量 依依收入文化品味的冥想之中 融入在抒情的凝柱里 与艺术家结缘感受他们的艺术魅力 文化有风情 永远 就知字幕志愿 認聚著無數港人的心聲 艱苦奮鬥 同舟共濟的精神在香港存續 同樣,超人白手興家的非凡成就 也成為了幾代香港人追逐夢想的信念 敢為人先 以華資企業控制十倍於己的英知和和 成功挑戰殖民者經濟技術 更是振奮人心 港人視之為英雄 然而時過境遷 失落的集體情感 獅子山下也難以再響 對曾經引為驕傲的商界巨子 港人有著一個全新的認知 在香港的大街上 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賣家電的封閘電器 約防骨城市 三品牌移動專營店 購物的白街千市 都是屬於一個名字 李家成 如果住在香港島或南亞島 用的電也是屬於它 住的屋子很可能都是由它開發的 多年來,香港一直流傳著一組的數字 說李家旗下公司開發了香港七分之一的住宅單位 香港正是被大地產商佔對著 民眾又應該如何應對呢 2010年,一個叫龐一鳴的香港青年 他決心要對抗下這種局面 他遭著一些破舊的單位 自己踩單車出門 去街角的士多買東西 但是最後他發現 很不能夠不用電燈和電話 甚至連經常飲用的屋神使礦泉水 也是屬於李家 如此高度壟斷 漸漸引起了香港人的反感 焦慮、悲憤、失落的情緒 來曼著港島的每一個角落 合宅的生存空間 反抗聲音持續 更加有矛頭直指李家成 下公… 差到底… 2013年3月28日 和往集團旗下的香港國際貨櫃碼頭 爆發嚴重工程 外判工人因為不滿 至1997年來 薪酬有減無增 如一百多人在碼頭抗議 迅速得到各界的回應 而且越演越極力 中環長實總部門前 拉起了養起你、養不起家的橫額 李家成更加被劃成為吸血鬼 更加嚴重的是 為李家成舉行招魂儀式 內地富商中興後有這樣的說法 李家成的行為實際上是壟斷 這造成了香港人民生活成本居高不下 根據中國慈善家報道 在中興後看來 李家成對香港的天然氣、水、電力、港口 零十二等等行業的壟斷 極大損害了香港地區消費者的利益 有趣的是 在2013年山頭大學畢業演講之中 李家成提到 年輕一代面對最大的挑戰 是社會不平等的惡化 然而造成社會不公的源頭又在哪裡呢? 潘衛閑在地產霸權一書中有這樣的論述 過去數十年 香港經濟被地產商操控 他們的影響力延伸至各行幹業 特別是公共事業 不論是電信、能源或是交通服務 市民都很容易找到地產商的身影 而港府和地產商之間 可謂千絲萬縷 商戶糾合 而且牽制 1999年 香港特區政府 在沒有公開招標的情況之下 就將今天稱之為數碼港的一塊珍貴地皮 批了給李澤佳的電信營科 當時雙方承諾用這塊地皮 發展高科技產業 但是最終它變成了一片昂貴的海景豪宅 香港華人世界最富裕的社會 自由經濟的天堂 曾經最推崇勤勞致富的地方 又被持續飆升的樓價 令到怨聲再度 中產階層財富流失 草根民眾生計艱難 商營之下 大地產商卻富可敵國 而作為六大家族之首的李氏家族 更加成為了眾矢之敵 很多香港人堅信 香港社會的淪陷 作為既得利益者 李家成肩負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面對港人的責任 李似乎陷入名譽危機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鄭宏表示 李家成贏了很多錢 卻輸了尊敬 一定不是他願意看到的 對此李家成曾經坦然到樹大招風 引起社會的仇富是很正常 既然大家不願意見到我壟斷香港 那我就去歐洲、去美洲、去內地投資 然而事情並非就是這麼簡單 一場此料未及的風波超然而至 欲流、欲捨、風波從未平息 情感的背後是道德綁架 或是沒落的憂傷 走下聖壇的李家成稍後繼續 這裡是香港衛視 正相破裂 而民間亦都存在諸多質疑 萬人敬仰的殖民英雄遭人冷眼相看 曾經創造出一個個奇蹟的超人 全其是否能夠延續呢? 2013年,李超營的一連串動作為香港引來一場經久不適的風波 這個需要從百階超市說起 2013年7月,李家成旗下和記黃報發布公告出售百階超市 10月9日,李家成旗下的長江實驗 以五十八點五億港元的總價 整體出售香港嘉湖銀座商場 國慶長假期之前 旗下電能實業宣布 拆售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由此引發起蔓延中港兩岸的撤資風波 香港人開始不滿李家成 從這一片土地上獲得財富 但是當他開始拋售香港物業的時候 強烈的不安亦都利慢著香港 批評的聲音接種而至 更加甚至上升到愛國愛港的意識形態當中 這是一個謀論 背後隱藏著港人複雜的情感 近年香港社會出現了巨大的落差 不僅內部社會矛盾重重 同時承受著外部的壓力 又有來自中國大陸的推薦 像上海自由貿易區的掛牌 又被曾經是對手的新加坡超越 其中最大的指標 人均GDP2013年 香港是37,827美元 被新加坡的50,899美元 遠遠地拋離 香港這個曾經由來各國之間的獨立存在 處境堪憂 越來越多港人 充滿對香港沒落的擔憂 中原地產始創人施永青說 不要看香港這十年來經濟好像一直在發展 其實是在倒退的 這種倒退既有地位上也有觀念上 同樣在2013年的9月 李嘉誠在一個傳媒的飯局裡 對香港的現狀也透露出悲觀 他以很漂亮的玻璃來比喻香港 看起來很漂亮 但是不小心打爛他也很容易 其後對撤資風波的回應 李嘉誠是這麼說的 高賣低賣本來就是正常的商業行為 但是就全世界而言 從來沒有人批評過我們撤資 唯獨香港的傳言不斷令人遺憾 社會是一個多面體在困境之下 資深著不同的情緒 失落、迷惘、譴責 更加有港人發起社會運動 而且越演越激烈 例如佔領中環、民粹思潮氾濫 其中不乏媒體的推波助瀾 詩永青說 我們的意見領袖 簡單地是把社會問題 用階級矛盾的方法去解決 將矛頭引向社會的富裕階層 作為香港富商的象徵人物 李嘉誠又將會如何面對社會思潮的變遷 儘管李嘉誠一再強調 我對賺錢的重視程度不及捐錢 2007年5月 時代雜誌公布全球最有影響力的慈善家 李嘉誠亦都名列其中 對慈善公益更加不為餘力 捐贈三分之一的財產資助基金會運作 然而對於香港社會深層矛盾的成因 作為參與者 李嘉誠選擇了迴避 富商鍾慶厚表示 李嘉誠對自己的壟斷行為卻幾無反思 一段盛傳為周作仁先生的語錄 是這樣說的 當災難來臨時 只有跪下來順從的 並沒有站起來抗爭的 當災難過去後 只有站起來控訴的 沒有跪下來慶貴的 這大概是我們民族特典吧 今天的香港 災難並未來臨 但也已經是危機四伏 面對困境 無論政府、民眾、富商 還是稱之為華人之光的李嘉誠 表達更多的是控訴不滿 又有多少人來懺悔過去反思 承擔自己的那份責任 官商分流 民眾離心 道德所指 昔日敬仰的英雄 最終走了來 回歸普羅大眾 相勝一生 走過漫漫長路 押切不來 可謂全奇 是非榮譽 恐怕只能交起歷史來作答 感謝大家收看香港故事 我們下期再見 建議 回歸普羅 活你一生一世不悔情已长 迁路 哪怕是你万丈浪 停气空 往前涌藏 今晚 今恨 四排四眈 胆粗气壮 从未念过命 一生都打拼 说是一条照样